大家好,我是顾允琼博士 第一次知道哥鲁吉亚是从中学课本上 蒂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知道的 其实这个国家距离我们很远 在欧亚大陆的交界处 谎话上更多的受欧洲影响 他们自己的传说 也说哥鲁吉亚人的祖先来自于圣经中亚弗的孙子 哥特罗斯 但不管传说如何 现实中人的行为才说明一切 我在油管上看见哥鲁吉亚当地人做饭 居然做的是包子 整个过程好我们一模一样 你们看错 那么一样 连捏褶皱的方材也一模一样 蒙古人也一样爱吃包子 我怀疑是他们带去哥鲁吉亚的 要知道我来美国看到那么多民族和种族 包包子这种东西也是我们特有的文化 你是找到一个热尔曼拉丁国家包包子 和烧饼 中国人包包子 哥鲁吉亚人也包包子 这就证明了 哥鲁吉亚自古以来就和我们血浓于水 中文化垣 感谢观看